我的妈呀 这个人是个忍者吗 三条街啊 赛的久都不下注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咱们继续来看Hustler超高额 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装位的Marano 石钩红桃 Rest到了500 Brandon手里是一手石钩不同色 在抓位选择了跟注 而来自白格罗斯的职业牌手 Migida Bazakowski 枪口味拿到一对9 稍作思考选择反加到了3000刀 这本意可能是想隔走Marano和Brandon单挑啊 没想到被Marano跟了下来 这个牌面Flop90钩 哇这是一个超级战斗面了 Migida Flop上重赛 而Marano拿到了石钩两对 这手牌Migida能拿到多少支付呢 翻后Migida是放慢了节奏啊 并没有下注 石钩两对身处后卫也没有打 转排一张方块Ace 这张牌对于牌面的影响啊很小 但是这或许会给到Migida或者Marano一个开枪的理由啊 如果Migida不打的话Marano是一定要下注的 紧跟着吃到一个反加和一个跟注 这个底池估计会瞬间被拉大 嗯 Marano竟然还不打 这让我很意外啊 Marano不可能认为自己落后吧 最终合牌一张空气 Migida赛的酒不能还不打吧 真的是还不下注啊 我的妈呀 这个人是个忍者吗 三条街啊 赛的酒都不下注的 而我相信Marano不会再错过盒牌拿价值的机会了 没有人拿着一手大牌啊 连续三条街过牌啊 Marano打出1500刀 这是奔着一对酒或者是一对食去的 他都没指望Migida在特上啊 能命中一对S啊 当然啊 这当然会是一个check risk 就看Migida打多少了 天呐大额的筹码啊 全被他拿了出来啊 应该是三颗5000再加上 五颗1000吗 一共是2万刀 我才打了1500啊 而你直接打了2万 这是一个2.5倍于底持的下注啊 说实话 这个risk大到这种地步呢 真的看上去啊 会像是一个陷阱 但是真的有人会连续过牌三条街吗 用一手成牌 Marano心里可能是拒绝的 对于这个下注啊 只是他真的想搞清楚 对手到底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最终他还是跟了 看来这一反常态的下注模式 确实比较有吸引力啊 真有你的 于是三 来看这一手牌 Brandon八十红桃 选择了Limp主持 Henry拿到一手一九不同色啊 加注到了1000 Dillon老板枪口味的A6黑桃跟了下来 翻牌七九钩彩虹面 Brandon拿到了天顺啊 这个牌有点爽 Henry的一对酒啊 翻后继续做着尝试 下注1700刀半尺 这个牌Brandon很爽啊 反手一个chackle 转牌 这可以直接下注了 但是Brandon一个秒过牌 我是认为Brandon转牌啊 应该打的 可以做一个什么2500刀左右都下注啊 这样的话 Henry直接过到了底 盒牌呢 是一张方块圈 到了这个时候 Brandon再打 不知道还能否拿到价值啊 转牌Henry还可能啊 去追一张A4 而在Brandon看来啊 Henry flop上那一枪啊 有可能中牌 有可能不中牌啊 中牌的话 turn上的下注肯定会奏效的 不中牌的话 即便合牌再打啊 这对手也跟不动啊 这真就希望Henry在合牌中圈啊 可以给自己一个满池的支付 很可惜 对手并没有那么好的牌啊 继续来往下看 这手牌 Henry一对三 瑞斯到300 Sashimi这是拿到了一对A4啊 装位 300到了1500刀 而这手牌最大的麻烦 来自于Michael手里的AK 这番后要是看到一张K 当然啊 有三有九也是灾难 而翻牌 甚至比一张K还恶心啊 直接发了一张A4出来啊 最后的一张A4 啊 Michael翻后直接打出5000 这哥们翻后想直接把底池给收下来啊 他用着一手0%胜算的牌 在做这一手100%胜算牌 该做的事 Sashimi反手跟住 转牌Michael推Low in 发几次不重要了 就算把手里所有的牌全发出来 又有什么用呢 这一手牌Sashimi也是直接回本了 今天晚上输的啊 全部都赢了回来 哇哦 玻璃瓶装的可口可乐啊 好久没喝过了 我印象里玻璃瓶的可乐 跟咱们买的那种塑料瓶的可乐啊 味道是不一样的 走了吗 Michael这就走了吗 这好像没打几手牌啊 来看这手牌啊 拓许久未入池了 枪口味的一对钩啊 面对于13做了三败 Drumley的于13K10黑桃 想了想啊 2100刀还是跟了下来 有位置优势 这手牌有机会啊 Flop是有一张圈 这对于米吉他来讲 是张好牌 因为拓被盖了一顶帽子 翻前做了三败之后 翻牌面 拓并没有打 这样的话 给到米吉他一个信号啊 对手可能啊 会忌惮这一张圈 那么手里啊 或许是勾勾啊 1010啊99啊 都有可能 那么米吉他就当对手 是一个小一圈的队子啊 开始运营了 Flop上打两千 对手秒扩 转牌一张草花五 一个小顺子面 拓老板继续过牌 当然也不排除啊 排手拿着一圈 在Flop上敲桌子啊 米吉他还是要 再持续去做尝试啊 转牌是关键 能不能奏效 就看转牌这一枪了 一万的坡打出六千 直接拿下了 可以的 来自职业牌手的压迫力 来看这手牌啊 这是拓老板K圈方块 起的open啊 而马达呢 用一手A3红桃 做了一个非常大的300 3800刀 K圈跟起来有点勉强啊 直接盖掉 剩下Brandon一个人啊 孤军奋战 这个翻牌三三勾啊 天呐 谁能想到马达呢 高调入池 手里会拿着一张三呢 反后马达呢 下注4800 Brandon秒扩 哎呀 完了 这马达呢 真的是要从一张钩上啊 拿足价值了 Brandon眼神伶俐啊 看向马达呢 这是可能是在说啊 别在我面前装了 我知道你没牌 而马达呢 转牌呢 直接是打出了一个满池 他就当对手是一手A钩来打 底池已经34,000了 Brandon再跟下来 几乎来讲就已经套池了 这盒牌 要是再掉一张圈什么的 哎呦 今晚最大的底池已经诞生了 而且这手牌还没有结束 最终盒牌 一张Ace的话 那还好 虽然是给马达呢 发成了更大的葫芦 但是Brandon啊 你看他最忌惮的就是掉出这张Ace啊 这张Ace也算救了他的命啊 如果盒牌掉一张什么2啊 4啊 5什么的呀 这手牌Brandon可能直接就走远了 好 随着这手牌结束呢 这张牌桌的战斗暂且告一段落了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吧 20s Mariana the most aggressive 我还没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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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ana loses 45K Tall 25 Dylan 20 我还没问你 Brandon wins 40 Sashimi wins 我还没问你 我还没问你 她还没问你 Makita 25 她还没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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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name is DGAF I'll be back tomorrow night For the art game Benny Blanco 2550 Let's get it